新闻 新闻头条最新的焦点现场立刻先带你来聚焦 就在立院现在外场呢 有一群的猪农在抗议而且正准备要冲进立院当中 目前最新的现场我们立刻把时间连线上一名 现在在立法院的一场外面呢 这边在青岛东路口跟镇江街口 这里有非常多的猪农在澄清抗议 而且场面非常的激烈 就在稍早大概是9点50分左右 还有猪农爬上了这个铁门 要从铁门上面给翻进墙里面来 不过被这个园警给拦阻了 但是两个人他只能于是在这个铁门上面这样翻来翻去 而现场其实可以看到画面呢 这个整个推挤的非常严重 而且警方也已经出动了盾牌束带 那跟在这些猪农呢互相的推挤当中 而且也可以看到摄影机摇来晃去的 主要就是因为现场一直在推挤 而且不断的就是往整个铁门要靠近 企图要攀进这个铁门来 而且猪农还高喊要让立委进来 从这个门口进来 不过远警说如果立委要进来 请他走另外一个门 但是猪农不肯就是坚持要让立委 是从这个青岛东的门口进来 所以才会发生一阵推挤跟口角 而且现场喊得呼声飞航的高 就是说今天卖猪权 明天卖主权 如果美猪进口的话 就要求林权下台 那他们迟迟在喊着 我们先带您来看一下现场最新这段画面 请警察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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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打开 警察把门打开 我们刚才有看到呢 穿着蓝色衣服跟黑色衣服的男子 两个人是爬上了这铁架上面 而且还跟远警经历了一番的缠斗之后 后来这个蓝色衣服的男子先被推了下来 那另外一名黑色衣服的男子 他还是攀在这铁门上 不过经过远警一番的劝阻之后 是慢慢的也退回到原本的位置 不过今天猪农的抗议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他们除了一些准备了一些背板之外 甚至还准备了假的猪 而且刚刚还一度有人丢直击 但从这个门外往里面丢 抛向警方这里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推挤 想要让立委从这个门进来 不过因为这边都已经进行了管制 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从这个门 那也因此在青岛东路跟镇江街口 这里发生了一段时间的推挤 那到目前为止还是僵持不下的 稍后我们会持续再为您掌握 在立法院议场外这里最新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观众力院的焦点 我们中间新闻随时为您做第一手 查播报导切玉米